这是大奥史上最温柔的将军 拥有着看似最和谐的后宫 然而他的每个妃子都差一点 给他戴了一顶硕大的绿帽 此时春日局已经去世多年 大奥在阿万夫人的操持下 依然安稳如初 庆安四年四月 将军得穿家光阴积劳成吉 开始卧病在床 一连几个月都不见好转 前朝的臣子们胶着万分 大奥里的女人们也是一派愁晕惨淡 阿万因为事务繁忙 也无法经常抽身前去探望 此外其他的侧氏也各自有孩子 只此将军病危之际 他们也因自己和孩子的未来 而忧心不已 按照德川家的组织 继承人无疑是阿乐夫人的儿子加刚 除此之外阿乐夫人的儿子长松 阿玉夫人的杨子德松 都长成了或强壮或文秀的少年 这日阿玉找到朝中老臣 希望他们未来分给德松临近江户的领地 他表面上说得倒好听 这样做是为了以后能让两兄弟有个照应 实则是等着加刚驾崩之后 能让自己的杨子抢先上位 他自以为自己的心思不被人所知 谁知却被女官看到 并告诉了阿万夫人 当然此时的阿乐和阿夏也没有消停 他俩的孩子年纪相仿 私下总免不了被一番比较 阿夏的长松公子身强力壮 善于骑射 而阿乐的加刚世子 则是博学多才善于师叔 阿玉是各时时务的性子 知道下任将军是加刚 便说现今不是战国时代 比起武术体力 有智谋有教养的人更适合统领天下 他也希望德松能成为加刚一样的人 为此他还专门请来了老师 此话一出阿乐自是舒坦 然阿夏找到了阿玉言语中漏洞 他这话的意思 是在说属于德松君的天下迟早回来吗 文言阿玉还是那副镇定自若的模样 对着阿乐夫人言表忠心 就在此时阿万也来到了这里 他叫走阿玉 问他为何私下和臣子相交 这是违反大傲规章制度的行为 他难道不知道吗 难道他是为了德松君的前途 阿玉这下不理解了 说到底德松君还是阿万夫人的孩子 他为何这么不在意他的未来 阿万淡然道 这三位公子都是将军的血脉 他一视同仁并无偏思 谁知阿玉驳回 阿万无奈了正想劝解 阿夏却推门而入 听到阿玉要带着德松君去见将军 他生怕自己错过什么大事 也吵着要去 他早就知道阿玉暗中和臣子勾结 想要夺取下一任将军之位 致知他何尝松于何地 所以他想去向将军讨个公道 阿玉听他这样说 也不由和他辩驳起来 阿万听着两人炒作一团 也是一阵心烦意乱 呵斥两人住嘴 要他们想想春日局的临终遗言 春日局夫人曾说 绝对不可发生争权夺位之事 他们忘了吗 更何况现在最重要的是 将军大人的安危 文言两人便不再多说什么 愧疚之情顿生 这日正夫人孝子来看望生病的将军 春日局逝世之后 这对夫妻的关系已不如之前冷漠 但是聊起天来 依然免不了干大冷场 孝子此次前来 是为了忏悔多年来隐瞒的罪过 将军露出不解的深情 宽有年间的大火 还记得吗 孝子道 那位放火之人 其实就是他 将军瞪大眼睛只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寡言柔弱的妻子 曾做过这么疯狂的事 孝子淡然一笑说起了这段往事 那段日子 他厌恶任何事厌恶所有人 唯独恨不了他 所以他时常想着 如果这世间就此消失就好了 可就在他即将窒息在这座大傲时 京都来了一位内言 他口才极好能把人逗得心花怒放 孝子见其是故乡人士 便请他来居住做客 这位内言也是个会做人的 内言孝子带来了京都产的扇子 扇面的花纹十分精美 还散发着他最爱的沉香味 孝子一时间被面前人的细心 撩动了心神 内言说自己不仅给夫人带了礼物 还给将军也带了 说把他低过一副眼镜 这话说得动人 孝子也不由笑意不止 自此他灰暗的人生有了新的寄托 开始每天都等着那人到来 那个唯一欣赏他的人 故事到这里忽然暂停 是阿万和阿乐夫人来了 阿乐听说将军的病情好转 也有事情顶奏 说完他给家光行了一个礼 也说自己是来忏悔过去的罪过的 将军微微一笑 没想到又来一出 阿乐道 其实他私自出过大傲和家人会面 当时他也想过就此隐匿于世 再也不回来 将军闻言没有追问阿乐 反而询问一直低头不语的阿万 他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阿万坦然承认 他不仅知道这是还是他暗中相助的 这下轮到孝子好奇了 那这是何时之事 阿乐坦言 是宽永年间的大火之日 孝子沉思没想到那一天 不止他一个人做出此等违规 大傲法度之事 所以那混乱的一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郑夫人孝子凝望熊熊大火 玩转手里的折扇 他想起了那个唯一夸赞他美的男人 不是他的丈夫 而是一个从京都来的客人 作为公家送给将军的吉祥物 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折扇被火蛇卷尸 孝子的少女心也随之埋葬 宽永年间的这场大火 是大傲的谜底 也是所有女官的噩梦 事故发生在阿乐夫人怀孕后不久 作为大傲里唯一怀孕的测试 阿乐自然被奉上了金尊玉贵的位置 但与之相对应的 周遭极度艳羡的目光也随之而来 使他如坐针针如芒在背 随后家里又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 使他更加焦虑了 阿乐向春日局请求出大傲探亲 却被驳了回来 此时他是世界上唯一怀着将军骨肉的人 要是外出出了事 谁又能担待得起 阿乐文言也无计可施了 阿万看到哭得离花待雨的阿乐夫人 也不免生出一丝不忍 在听到了对方的烦恼之后 阿万萌生了想帮阿乐离城省亲的心思 好在不久之后就是四万六千日 那时候会有从各地来的商人进入大傲 在江户城的庭院中摆起小摊子 以供女官们采买 一直到次日子时 商人们才会离开江户 从大傲到家中只需一里地 阿乐向阿万保证此时之前 一定会赶回大傲 所以他能去见见母亲吗 阿万素来心软 不动声色地帮阿乐引开周遭的女官 给他提供出门的机会 过往说到此刻 郑夫人孝子一有惆怅 也是在四万六千日的三日前 他希望生出翅膀飞去城外 京都来的客人趣味横生 他不由希望每天都能见到他 这位内言实境说自己三天后会再来 孝子也很高兴 那日他所住的中晚这边 也会有很多热闹的小摊子 到时候两人可以一起逛一逛 就是这么不凑巧的 孝子和石敬聊得正开心的模样 被春日局看到了 石敬毕竟是京都的重臣 孝子也是名门之后 有些是不能直白地点出 但将军的血脉又绝对不能有被玷污的可能 春日局权衡再三 决定在郑夫人的饮食中下放水银 三日后就是众人期待的三万六千日 阿乐伪装成卖货女 被阿万掩护着往大傲外送去 商户看着阿万美丽的容颜 不由前去夸赞不已 就在此时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挑选着 弄得阿乐胆战心惊 最后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大大方方地吆喝起来 售卖起自己的物品 阿万夫人轻松一笑 阿乐是有商贩经验的人 处理这种场面还是擅长的 可好巧不巧的 就在此刻阿里佐夫人也来了 他也对唐代很感兴趣 上前去挑选时 却被商贩的容貌吓了一条 这是什么情况 他还来不及细想就被侍女捂着嘴 拖出了人群 阿万将阿乐有惊无险地送到大傲出口 嘱咐他一定要在此时之前回来 阿乐应允顺利地出了大傲 他将货物质放到一边 便急急忙忙往家里跑去 母亲已经走了 今天早上走了 在睡梦中没有任何痛苦 阿乐看着长眠不醒的母亲 趴在她身上大哭起来 与此同时阿乐的竹马也来了 她是来见阿乐母亲的 没到阿乐本人也在家中 可今时不同往日任 两人心中有千言万语 也无法脱口而出 此时的大傲 孝子夫人也是少有的一派靓丽打扮 等着实境地到来 可等来等去 那人还是没有来 孝子长叹一声颇为惆怅 出门寻人时 恰巧就撞见了春日局 见春日目光闪躲的模样 孝子顿时明白了什么 她上前去询问实境的下落 春日局没有回答 反而反问孝子 她一个正式夫人 屡次接见外男 还说外男是我等的人 是不是不太合规矩 说完春日局便转身离开了 孝子这下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她叫住春日 不死心地问她 是不是禁止了实境大人的进出 春日坦承道 那人完成了公务之后就回去了 况且在这大傲之中 她要等待 仅有将军大人一人 闻言孝子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夜晚 她独自一人晃荡在贪贩之中 看到正和阿万一起与民同乐的将军 心中不由一阵凄处 她幻想的东西 别人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到 现在春日局更是把她 唯一可寄托心境之人 都赶出了大傲 如此这般 她对这个事件 还有什么好留念的呢 周遭的热闹仿佛来自于另一个事件 孝子失魂落魄地来到房中 忽然感觉一阵凶闷恶心 朝比那夫人看到之后 将她扶到一边 她知道郑夫人这般是为何 夫人膳食中的避孕药 就是春日夫人命令她放的 于是她掏出解药让孝子服下 孝子接了过来 想到春日夫人对自己说的话 一股被羞辱的耻感从心底升起 原来春日局一直觉得 她和石敬已经行过不堪之事 孝子顿时羞愤交加 这个大傲她还有留下去的必要吗 思极至此 郑夫人已是泪眼朦胧 转身之间 她不小心弄倒了烛台 火蛇席卷纸张 瞬间点燃了整座屋子 孝子却出奇的镇定 如果就此消亡 也未尝不可吧 与此同时 春日局也发现了阿勒不再大傲 猜测她可能是混入人群出城去了 于是吩咐下面速速去追 阿万赶了过来 请求春日局不要派人去追 阿勒夫人回家看望母亲 此时前必定会回城 春日局驳回 无故离城是乃大罪 如此约定毫无意义 阿万道 就算现在去追阿勒 她仍然逃脱不了被问罪的命运 春日夫人 您想让即将出生的继承人的母亲 成为罪人吗 既是提到了未来的世子 春日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此时的阿勒已经从家里出来 竹马打着灯笼和她同行 两人聊起过往 竹马说自己从未忘记过她 如果可以的话 真想就这么带着她逃走 逃到没人认识他们的乡下 阿勒有些心动 但是她知道不能答应她 她怀着将军的孩子 又能逃去哪儿了 前程尽散 每个人都要往前看 不是吗 阿勒忠心祝愿竹马能得到幸福 说罢赶赶回了大奥 春日局已经急得焦头烂了 每隔半会儿就让女官去入口看看 好巧不巧的 此时郑夫人那间屋子里的伙食 越来越严重 竟连续燃了好几间屋子 大奥众女们顿时乱作一团 纷纷往安全地带逃 而那些来到江户做生意的商贩 也不约而同地往大奥出口跑去 唯有阿勒顺着伙食前行 这是入大奥的必经之路 她只能选择走下去 周围的人越来越少 只剩阿勒被困在火场内 她摔倒在地无处地哭泣着 火光中走来一个女人 随着人影地慢慢走近 阿勒看出了她是春日局 春日局眼疾手快帮助阿勒躲开了火柱 扶着她往屋外走去 两人逃到了外面纷纷气喘不已 阿勒也深觉愧疚 对着春日局承认自己的莽撞 谁知春日局并未责怪她 只是深深扶手 说阿勒怀着德川家的后代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尽的义务 而且刚才她想通了一件事 阿勒是承她之请才来到大傲 若是就那么做个事情小贩 阿勒便不会和家人分开 或许会有另外一种幸福 是她生生剥夺了这种幸福 但既然来了大傲 她还是希望对方 能有在这儿生存下去的决心 说完春日局给阿勒行了一礼 救命之恩在前 恳切言辞在后 阿勒就此答应了春日局 这次的火灾虽然来势汹汹 但好在没有人受伤 只是依然没有找到郑夫人的踪迹 此时孝子正坐在高楼之上 望着楼下的伙食 她神情轻松就像在欣赏美景一样 手中折扇上的花纹依然艳丽 就如她曾经活过来的内心 只是这一切都是幻想罢了 孝子松开拿着扇子的手 她若无其事地下了牢 询问春日局是否有人缘伤亡 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转身离开了 回忆已经接近尾声 孝子最后也想明白了 春日局其实看出了这场火和她有关 只是她选择了煎末 对春日局来说 大傲的安稳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阿万感叹 虽然春日夫人为人严厉 但是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将军大人着想啊 郑夫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来到大傲 不都是因为春日夫人吗 或许大家都曾有过后悔纠结 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坦然 这样的日子说不上好 也说不上不好 就在此时阿夏也来了 看到大家都聚集在这里 她也十分惊奇 家光开玩笑道 阿夏文言不由一派茫然 众人见此也是扑斥一笑 此时另外一边的德松正在受炼 他想要打一只鸟 给病重的父亲大人 阿玉急急忙忙来找他 为他能想到将军而高兴 没错 德松是阿万夫人的孩子 他的话 将军一定会听的 说吧阿玉不禁笑了出来 德松却是心情低落 父亲大人 会死吗 阿玉的笑容凝固当场 德松不理解 为什么父亲都要死了 母亲还笑得出来呢 说完他转身跑走了 阿玉看着杨子的背影 为两人的隔阂陷入沉思 天渐渐暗了下来 夕阳洒满将军的宫殿 阿万语调温柔和将军闲聊着 家光看着屋外的樱花 想起了平身唯一一次 和母亲阿将语握手的情景 他还记得那天的风很舒服 母亲的手心很温暖 阿万安慰将军 阿将语夫人还是深爱着您的 家光感叹他对于别人的感情 似乎总是慢半拍才能察觉 孝子如此 阿乐如此 母亲也是如此 家光望着屋外素素飘落的樱花 说想要闻闻上面的花香 阿万应允走出门来为将军摘花 就在此时 他也看到了院口的德松 于是招呼他前来 德松神情低落 说想为父亲设一只鸟 但总是设不住 阿万温柔道 那么摘一只花也可以啊 说完两人挑选起树上的花枝来 家光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心中一满幸福之情 那是他最爱的女人 旁边站着的 是他们的孩子 没有比看到他们的笑容 更让人满足的了 满天的樱花雪中 德川家光带着微笑刻然尝试 阿万看着闭上眼的将军 流泪水从眼角落下 自此 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崩世 随之而来的 是最平和的大傲史落幕 此后的大傲 而与我诈公为亲亚 已是家常便饭 下一期我们将来到 五代将军刚及的时期 看看这最昏庸的将军在位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